嗨,大家好,我是曼妮 画面中看到这个是A菜心 要教大家A菜心的应用料理 因为这个季节还蛮多的 那A菜心呢,它又叫做莴笋 我们会吃它的金跟叶子 叶子也是可以食用的哦 我会示范给大家看 莴笋呢,它有很多维生素和鸡眼还有铁 然后对糖的代谢啊 糖尿病病的也是有帮助的 所以食用新鲜的莴笋呢 对我们的身体还不错 然后这看到它的叶子 叶子啊,你可以把它切碎炒蛋 或者是像我等一下会示范它 有点类似像结瓜花的做法 其实料理就是这样 你懂得它的方式,它的使用 你就可以去做任何的应用 我在这边先教大家用盐曲来 制我们的A菜心跟胡萝卜片 把它切薄片之后呢 把它放在容器里面 我大概用了两汤匙的盐曲 然后让它均匀拌好 就放在冰箱一个晚上 那隔天早上起来的时候 发现它其实都已经软化了 胡萝卜片也软化了 吃起来就有点脆脆的 然后还有干咸味 还不错 你可以自己再加上比如说你喜欢辣渣 或者是一些麻油之类的 还可以自己再加上一些变化 它就是一道凉拌小菜 这边看到呢 我用那个A菜心的叶子 来做一道创意料理 这是煎我们的虱目鱼肚 我教过大家很多次 鱼肚的时候不是脾先往下 而是肚子有油的地方先下去 然后我是干锅 完全没有放油 下去煎 把肚子的油逼出来之后 用它原来自己鱼的油下去煎 它的肉跟皮就很漂亮 然后在这最后啊 那个鱼肚的油都逼出来了 我就把我们A菜心的叶子放下去 稍微有一点点炸的感觉 这一道菜吃起来就很好吃 其实这叶子吃起来蛮好吃的 我相信如果把它剁碎下去炒蛋也是很不错 所以这也是全食物利用 就是当你知道这个食物怎么食用的时候 你就会知道 我可以不要去过度的浪费食物 那可以吃的部分 我们就可以把它吃掉 那这一道就是凉拌的A菜心 我就自己再加上那个韩式海苔片 还有一些自己喜欢的调味 教大家这两道A菜心莴笋 从它的金跟叶子的应用料理 好了我们下次见 拜拜